夢想街57號世界 珍寶建賞大會開始 好 首先歡迎各位參加地點 我們世界珍寶建賞大會的現場 我們節目到現在為止 我發現越來越多奇珍一寶 出現在我們節目當中 今天又來了一位收藏家 他所收藏的東西 也是在我們節目當中 首次會發現的 首次看到的 譬如說我拿一顆 來 給各位看一下 來 好 來 給各位看一下 我手上拿的這一個鑽戒 叫做紫鑽 告訴各位 這個紫鑽大約只有一克拉重 那你如果仔細的算一下的話 了不起就是你們加三顆米 加起來的一個大小 告訴各位 這一顆紫鑽價值500萬 你如果有500萬的話 你會不會收藏這樣的一個紫鑽 到底現在的一個價格 到底是多少 待會我們要好好來評估一下 另外今天節目當中 還有一個東西 這個不得了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你如果不了解它的話 以為它只是一顆水晶而已 甚至是有內含物的一個水晶 可是根據這位收藏家告訴我 它是一個四顆拉重的一個花鑽 這個花鑽它到底特殊的地方 到底在哪裡 我說實在的我看不太出來 好 我們趕快邀請一下 這一位收藏家 是來自於新竹的吳秀芳 吳小姐 好 來 接下來我們要特別歡迎的 是來自...還是新竹的耶 我覺得新竹的人都有夠好感嘛 這個人文繪翠啦 您收藏的東西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歡迎的是白紫棋 白先生 謝謝 白先生 你收藏的東西是什麼 很多種耶 五花八門 所有的古董你都喜歡 只要看上喜歡了我就會去買 另外我們要特別歡迎的 就是我們的佩玉老師 歡迎佩玉老師 佩玉老師是 國際藝術拍賣公司的董事長 同時也是國立師範大學 美研鎖藝術行政管理組的碩士 特別歡迎佩玉老師 好 另外我們要特別歡迎的 就是阿倫老師 歡迎阿倫老師 阿倫老師是珍藝品拍賣 珠寶公司的一個拍賣官 同時也是美國亞利桑那 州立大學的一個碩士 好 接下來我們要特別歡迎 來自新竹的吳小姐 吳小姐那個 紙鑽到底是妳的還是朋友的 朋友的不是我的 真的嗎 真的 待會兒不能那個 不能說是我的嗎 我沒有說 妳自己說的 沒有啦 不是我的朋友的 她一直講說那個 絕對不能告訴人家 要不然的話 不管是她的或者是她朋友 老公都會有意見這樣子 應該是 好 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我先問一下這個吳小姐 吳小姐 聽說妳買這些珠寶的話 不是為了自己佩戴漂亮而已 對不對 我比較少在戴 對 我都戴那個便宜的 戴便宜的 對啊 像我手上戴這個也便宜 500萬 30萬 35萬這些 買來是幹嘛用的 我比較用投資的角度 投資要眼光精準 所以我都有 例如說我看到一個東西 然後我就會上網搜尋一下 看一下說是不是這個東西 我先第一個會篩選說 最好印度要7以上 你說不管寶石或者是半寶石 印度一定要7以上這樣子 對 就是因為它這樣比較堅固 李總這樣子對嗎 現在的我們知道以前 大概30年前我們講 半寶石跟貴寶石 對 什麼叫半寶石呢 印度以7的叫做半寶石 印度以7以上的叫貴寶石 可是到現在來講 現在很多很多所謂的半寶石 現在非常的貴重 它的價格直逼貴寶石 所以不太能用印度來分它的價值 但是如果是您用你的印度 來取決你的投資 其實是一個選擇 所以你的印度的話要7以上 盡量7以上 我才會挑 還有就是要好保養 好保養的 我們今天要好好來瞭解 那個吳小姐 她的一個收藏的一個過程 以及她投資的一個法則 因為吳小姐不只在這個收藏 珠寶裡面很在行 另外她買股票也很厲害 還好 因為她從買股票裡面賺到的錢 就買到珠寶裡面來了 來 我們第一個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是一個玉米 這是玉米喔 我想說苦粿 沒有玉米 這是玉米 這邊是兩面 雙面耶 它是雙面的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 應該是比較老的東西 怎麼說比較老的東西 因為我看它的雕工 我自己看 覺得感覺比較不是現在的東西 妳這個收藏多久了 沒有很久 這一個故事有一天 我去菜市場 我有跟那個人買過東西 然後有一天我去的時候 這個其實賣掉了 戴在她說是一個老師身上 然後我就問那個賣的人說 你怎麼都沒有賣我 我覺得那個東西不錯 而且我問他賣多少錢 他就說3500 然後我第二次再去市場的時候 那個老師也去了 然後他不要這個 他說戴在脖子上太重了 然後他就去跟他換白玉 然後我就跟那個市場老闆說 那這個我要買 這本來是掛在人家身上 然後他不喜歡 然後他又還給店家 他說太重了 然後就換白玉這樣子 你喜歡它哪邊 我覺得看起來就還不錯 還滿漂亮的 我個人覺得 是雕工還滿細緻的 只是我覺得它隱隱約約 好像透露一點點 那個顏色上面 是怎麼樣 就是... 斜光嗎 不是斜光 好 這邊其實有一個閉鞋獸 非常可愛的一個閉鞋獸 其實它其實工滿細的 來 你看閉鞋獸 然後玉玉叔叔 代表多子多孫 真真日上的意思 你看它的這個什麼 我們叫如意 如意也非常的細 然後其實我們常常看三彩 三彩不會這麼細緻 肉不會這麼嫩 你這個雖然是三彩 可是它有一定的水頭 所以其實這件 我們來先看一下價格 然後我們再講一下 它買是買3500 我覺得它這一個 應該是正面是在這邊 它正面這邊比較漂亮 然後這邊有帶一點點綠 反面這個地方呢 帶一點點綠絲在這邊 不過這底下這邊 白色的地方 這個很像是石花 很大的一個石花 對 這好好看一下 因為這樣的東西3500 其實危險性很大 不會啦 3500 賠也賠不了多少 就是...對啊 如果逼的就是... 可是也投資員工來講 3500對不對 吳小姐現在是看你的眼光 看我的眼光 對 我們現在就是看 說你買這個東西 到底買得準不準 好 來 不過我覺得你很樂觀 你說反正逼的就... 因為3500而已 3500而已 你逼的也是大概兩三千 你說幾年前多少 這個大概一年內吧 就最近買的 最近如果可以買到這樣子 然後買3500也是夠便宜 好 來 您現在估呢 我自己就是覺得A的 我估3萬5 吳小姐 所以你一年裡面買3500 然後現在要跟人家估3500 投資精準 看我有沒有... 你買高票幹嘛 你好賺 沒有 這種是運氣 如果是真的給我賺到 也不會每次都有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真的去那個菜市場買這個就好了 我覺得他非常理性 很少很少收藏寶石的人 這麼理性 他是用那種理性的 理工的這種角度 他在看石頭 反正就這樣嘛 賺十倍是理所當然的對不對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三彩的一個玉鼠鼠的一個玉嘴呢 買入價格是3500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借價 6萬8 哇 這麼高啊 我不知道你怎麼買的 因為... 3500耶 你看一下清雪哥 你看他這個避邪獸是透的耶 就這個地方 對啊 這個... 這個是蜜糖黃 它可以做介面的這個蜜糖 真的喔 當然 而且... 這個有那麼厚嗎 這邊可以做到介面 這個質地可以做介面 對 而且我們常講玉的皮的部分 你才會有帶霧 沒有 你的皮進來就是露了 沒有帶霧 然後又帶綠色 所以這一件工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6萬多 差不多這個行情 現在這一攤菜市場還有嗎 有啊 還有啊 3500還買得到啊 你明天趕快去看一下還有沒有 我們... 對啊 我們來團購好了 你看3500變成6萬了 不得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冰種飄花的玉琢 這種玉琢最可怕 真的喔 來 這買多久了 還好啦 這個也大概一兩年內 一兩年買的 你一兩年之內 你還可以買這個價格 可是這個是... 沒有這個是... 不是跟那個市場買的 是我那時候去學翡翠的時候 我有認識一個朋友 就我們同學 他其實是藥技師 可是他不務正業 他會去收購一些老東西 可是現在這種節目夯起來之後 他說他都收不到 這幾乎是他收了最後一批 然後他就是成本價給我們這樣子 你有去上課 上翡翠課 對 就有去學這樣子 成本價是多少 就是大概兩萬多塊 兩萬塊 兩年前喔 對 但是我不知道是A的還B的 那他也是跟你一起上課喔 對 他有去學 還是他是老師 他不是老師 因為他有去收這些東西 他也想要學一點知識班 可能他要收到B的話 他自己... 那他出師了沒 這個很難耶 我覺得他... 對啊 你也是跟他都是同學 兩個人都在學習當中 你覺得你信任他那... 沒有啊 就是因為我想說他都算 他如果都看得懂的話 他不用去學啦 他一定說 反正就兩萬多塊嘛 對啦 賭一下這樣子 這好像不好吧 叫人家用賭 兩萬多塊錢賭一下喔 一個月的薪水耶 不好意思 這個我摸起來我覺得怪怪的 真的喔 我覺得他的那個 墊起來的那個重量的質感 他的蠟質光澤很強 他的... 沒有 他的重量的質感 好像不太對 一般的翡翠 他就是我們講寶光 就是他很亮 這個感覺像蠟質光澤 比較強一點 而且他買的價格 我覺得這個是 其實他還是有點透耶 他有點冰的感覺 然後他上面還透的那個飄花 結果他居然可以買兩萬塊 看他有點偏黃 其實如果你逼久了之後 他會偏黃 你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們看到這個桌子 飄藍花有點偏黃 要小心一點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手鐲呢 買入價格呢 是買在兩萬塊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十二萬 哇 我告訴你 幸福哥你看這個東西 兩萬塊買不買得到 這一定買不到 你上次買那個六萬還是八萬 這個絕對買不到 你上次買那個 沒有帶... 我去香港珠寶宅裡面買了一個 比這個還要醜的 就要買到大概五六萬塊 對 我記得六萬還是八萬嗎 對 而且都沒有 都沒有透 因為沒有飄花 然後也沒有飄花 都要到六萬 六七萬塊了 你看這個居然兩萬塊 你買得到 沒有同學讓我們的 對啊 那同學也很會收啊 他可以收到這種 居然是A貨的 可是他這幾乎 他收了最後一批 後來問他說 他都收不到東西 其實這個你如果十一萬 這個十二萬的話 我想應該也很多人搶著要 這個 好 接下來的話呢 現在到目前為止的話 你都是賺最起碼三倍以上 好 接下來呢 這一個我就很有興趣了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一科 這個 所以你去上過那個翡翠課 對 但是你有上鑽石課 你有上過鑽石課嗎 我有去人家 就是主管公司開的一些課程 免費去上過 來 那有上過水晶課嗎 水晶不用上嗎 水晶不用上 水晶跟 那你告訴大家 水晶跟鑽石的差異在哪邊 我們這樣子看 水晶硬度是7 然後鑽石硬度是10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拿了一個什麼 下去測硬度 我說這樣子光看呢 可是我覺得水晶應該不會那麼閃 有嗎 你這有很閃嗎 我覺得會閃 哪裡 我覺得你會不會被騙 被騙 被黑的 我不知道這 你確定這是鑽石 那個吳小姐 你說這一顆叫做什麼 我自己是說它是花鑽 叫做花鑽 因為我覺得它有四片那個花瓣 那個 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在節目裡面 出現所謂的花鑽 都是講那種花式切割 Fancy cut 對 花式切割的鑽石 可是告訴各位 我不知道你們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這樣子看不知道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 吳小姐你好好的仔細 告訴所有的觀眾朋友 它為什麼叫做花鑽 因為你看那個 它有四個黑黑的 其實是它內含物 可是它有四片像那個花瓣這樣 那個阿倫老師 你能不能拿個光給它打一下 好 這樣子有沒有看到 這樣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它的那個中心點的地方 有四片的黑色的花瓣 有沒有 這個 真的有耶 這個花瓣有點像那個 也是像LV那個標誌有沒有 對 不過說實在 我剛剛沒打之前 我看起來像那個鑽石沒切好 它底下的陰暗的部分 結果我現在發現不是耶 它是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可是我告訴你 鑽石不是要亮嗎 要透嗎 你這個黑黑的 你怎麼會花三十萬 去買一個黑黑的東西呢 特別啊 黑黑的特別啊 對… 那你買一塊木炭 黑黑的 沒有啊 木炭 木炭不會買得剛好那麼整齊啊 奇怪 你這個這樣看得到 黑黑的東西啊 還是因為切割的關係啊 看起來好像切割的關係 我覺得這很像切割的關係耶 我來看一下是切割的還是 是它真的是 你這裡面有 你這裡面有那個內涵物嗎 好像這樣看好像看不太出來 我跟你說 如果你有記得 我在節目上提過 有一個等級 叫什麼等級 叫做瘋子等級 在國際的拍賣會上 發現過一顆 裡頭有很奇怪的符號 在2009年的時候 那時候拍賣是一千多萬 一千多萬 對 但是這一顆 跟那一顆 我先問一下那個 吳小姐 吳小姐妳這一顆的話 是四克拉的花鑽 那時候買入價格是買多少 就一萬美金 大概就是在30萬 對 妳在哪邊買的 珠寶店 哪裡的珠寶店 新竹 新竹的珠寶店 對 然後他當時賣妳的時候 是怎麼說的 因為我也是跟老闆算有熟啊 有跟他買過滿多東西的 然後有一次我去 他說他剛就是進東西回來 然後我就說我看一下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 我就一直問他說 老闆妳這到底沒有賣多少錢 然後他就跟我 他後來就跟我說 算我一萬美金 然後我就說我要買這個 好神奇 我在背面看到是六個花瓣 正面只有四個花瓣 真的嗎 背面幾個花瓣 六個啊 你看這一面 六個花瓣 你看 六個花瓣 這個顏色的話是帶棕色對不對 這個顏色是帶棕色 帶棕色一般比較不知錢 不過說實在的 要是我不懂 我真的不會買這個東西 而且裡面有這些東西的 我通常都覺得那個 假的可能性還滿高的 有沒有那個琥珀 每次都裡面有躲一隻螞蟻 對不對 對…那不是比較貴嗎 對 它是比較貴 那你要保證它是真的 我會看到一個十字架 你看 好啦… 現在多了兩個笑耶 他買了一個笑耶 然後那邊又看到六個花瓣 好 來 你買是買三十萬啊 你自己估呢 我就估五十萬啊 五十萬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呢 總重量呢是四克拉的一個花瓣 裡面非常的特別 有一個四…四個花瓣的花瓣 我正面看四個 側面看六個 剛剛倒過來看 有一個十字架在裡頭 還有十字架都在裡面 好 到底…待會兒呢 我們要看這個顯微鏡 底下到底呈現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花瓣呢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兩百萬 真的 我跟你說 老師你不能… 你… 你自己看一下 是不是一個十字架在表面 這…這很奇怪的 我們去顯微鏡看一下 你真的沒… 來…我們進顯微鏡好了 我們進顯微鏡 一個十字架 斜的這樣… 斜的十字架在裡頭 好 來 我們… 我們進顯微鏡來看一下 來 我們在顯微鏡下面 看到一個很清楚的 像一個蝴蝶的一樣的 像花瓣的一樣圖案 在GIE的報告書上有寫 在GIE的一個年刊上面 Gemology report上面有寫說 那個石頭呢 因為它的氫原子 氫原子 氫原子 然後造成了它原始的奈米的排列 它原始的氫原子 這樣大家知道嗎 所以它非常非常稀有 而且非常的難得 所以它的本來的花紋的排列 就是這樣 是氫原子本身的 呈現在自然的面前 給你看到這個氫的原子排列 所以不是我們講的那個 所謂裡面有一個雜質 然後它透過 因為那個切割的關係 被反射的關係 才出現那個樣子 當然不是 這一件這樣看是四個花瓣 我側面有看到六個花瓣 那我帶你們看一下 它的證書好不好 除了這個之外呢 好 你這個有證書對不對 對 那GIA的話在打證書的時候 這個到底怎麼打的呢 好 我們看這個呢 這是2014年的新版的GIA證書 新的證書 為什麼它沒有這個進度呢 因為這個是半證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證書 它是半證的證書 一般你看到這個Brown 一般人覺得 哇 棕色的鑽石 我跟你說 剛才還沒鑑定之前 我看到這個顏色 說實在我已經害怕了 你買一個這樣的中鑽 顏色這麼灰灰的 如果它沒有一朵花在裡頭 這個石頭也就是幾萬塊台幣 不到十萬塊台幣 它的花瓣也是黑的 然後又是中鑽 說實在的那個 沒錯 那個這樣子會很 我給你看一下 新版的GIA證書有一個好處 為什麼它會把這個圖放在那邊 所以不管你是舊版的 還是你的04年之前的再舊版的 都沒有這樣的圖案 新版的圖案會把它圖打上去 好 這個是你的證書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顆花鑽 跟它上面的這一個圖騰 是一樣的 圖案是一樣的 所以可以證明 這一個GIA的證書 跟它是一樣的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你只有這張證書 沒有辦法證明這顆是花鑽 我帶了另外一張 下一張 讓你去看一下 好不好 來 這個是拍賣會的那一顆的 特別報告書 上面寫什麼東西 你看 an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is diamond 他說這個是一個 非常特殊的這種內含物在裡頭 而且上面寫 你看到沒有 這個寶石機的鑽石 有這麼明確的對稱性 是非常稀有的 GIA特別告訴你 這件非常稀有 那我問一下 吳小姐 你有沒有這一個 有 在家裡忘記到 你有這一個 所以上面也是跟你講說 你那個是非常稀少的 對 也有 人家也有 我本來很害怕 我200萬你要有這個 特別報告書 沒有特別報告書 很抱歉 那只是一個中鑽 10萬塊捲一顆 這樣子 差很多的 大概會因為你的這個鑽石裡面 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出具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 你們知道嗎 這80幾年的機構 很少會出特別報告書 很少很少很少 除非你這個是 就是說全世界唯一的 僅有的那幾個 對 說實在 這個石頭叫我估價的時候 我很害怕 因為我在全世界的成交資料裡頭 只看過那一顆 2009年拍賣會上 那個7顆 那個石頭呢 一千多萬 事實上再也沒看過成交價了 所以這個石頭 但是一定有特別報告書才行 你講的就是這一顆 沒錯 然後那個GIA的也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 他就有這個報告書 對 沒錯 那除了那個拍賣會之外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報告書在你那邊 對 這個有一個報告書 所以你那個也可以賣一千多萬 好 那我問一下李總 在GIA在全世界裡面的話 這種花賺到底多不多 非常非常少 大家如果你有訂這個GIA的期刊 GEMology 那個期刊上面有寫 特別介紹這個石頭稀有 用兩頁去介紹這個石頭 GIA鑑定了八十幾年來呢 只有各位數字鑑定過裡頭 有花形的圖案 在這顆石頭裡頭 我再給你看另外兩顆 也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兩顆很奇怪很奇怪的鑽石 來 我特別帶來看過 GIA實驗室裡頭 打過出來的這個裡頭 有花的鑽石 你沒有辦法相信 這是天然的 不是人造的 清雪哥 你知道這是什麼圖騰嗎 這是五角星 五角星 六角星 這是星星星星的大魏之星 這是以色列國旗上的符號 對 這個石頭呢 猶太人看這個石頭 他們要摩拜一下 因為怎麼可能一個 以色列國旗的符號 在鑽石正中間在裡頭 不偏不移在正中間 你这个黑色是画出来的吧 不是画出来 是天然的石头 天然的石头 天然就是这样子 天然就长成这样子 非常难得 所以你说那个青 青也有可能是这个白色出现 因为这个花纹的话是白色的 然后你那个是黑的 不是 青是指这个部分是青 不是这个白色的地方就是了 不是 是黑色的地方 这是青 绿转像变色龙一样 形成是因为它含青跟镍造成的 你看一下 我还特别把这颗钻石的 这个书籍都带过过来了 你看这颗钻石就是长这个样子 看到了没有 它还有进度 GIE证书 还有特别报告书 说这样的石头是真的是太少了 一千万颗石头都找不到一颗 那今天为什么人家派一千多万 你只有两百万 因为你的颜色太中了 如果你再透明一点 再清楚一点的话 那价格绝对 我告诉你 不是一千多万而已 目前上人家是卖一千多万 是你想要卖多少钱 有人愿意花两千万 他就只两千万 因为没有人有这样的东西 台湾这个多不多 有没有听说 我是没看过 只有看过我自己这一个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买这个 我相信卖给你的老板 可能都不知道 我觉得他的 我刚刚跟他私底下聊 那吴小姐很有趣 就是说 他觉得要买东西的话 要买这种特殊的东西 为什么 没有啊 就是我觉得特殊的空间才大 你如果满街都是 然后就会杀价竞争 对 是不是跟那个投资股票一样 如果 这样讲对嘛 因为股票你如果很少 大家人家去的地方 人家去的地方 不要去 就是那个什么 插鞋筒理论 对 插鞋筒都知道 那个股票为什么 那就是要破了 对 没错 所以他投资的东西 都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这个 如果一旦你要把它卖掉的话 拿到拍卖会场上面 一定有人要买 好 来 接下来的话 那个吴小姐很厉害 刚刚那个 他买多少 很大班 他买30万 买30万 30万 200万 对 我觉得老板可能也不清楚 好 接下来这个更厉害 如果按照他的一个投资法则的话 30万可以变成200万 我不知道这一颗要变到多少 因为他买入价格非常的高 买入价格是买在500万 好 我问一下这个 吴小姐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买这一颗 没有啊 就是 就是有一个老板 他说年关过的时候 他过不去 他拿这个东西来跟我套现这样子 真的喔 可是年关也快到了 没有啊 那因为我这时候 我这边也有一颗 我也快过不去了 吴小姐 所以是跟你套现 不是跟你朋友了 好啦 仔细听好了 这个是吴小姐 有一个老板的朋友 缺钱跟他套现的 套了多少 就500万 500万 对 500万你都没台阶吗 也没有啊 他跟我说 因为市价应该蛮高的 我觉得你很好爽 就是有利用够好 就是这样子啊 给各位看一下 他其实真正买的是买中间这一颗 中间这一颗叫做纸钻 然后中间这一颗纸钻 约只有一颗拉重 比刚刚那个花瓣 花钻还有四颗拉重 还要小到 更小哦 对 结果你居然要花500万 信学哥 我觉得他很有趣 我的意思是说他在买东西的时候 你去推敲他的说法 他说人家缺钱叫你买 那500万你就给他了 也没有 他有拿一堆东西来 我挑上我觉得这个比较特别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杀价500万的石头 你为什么 最重要的是说你怎么觉得他有值500万的价值 我也很想知道 那个吴小姐我跟你说你这个纸钻 我不是在那边挑战检释的 我也不知道你买的到底贵还是便宜 你这个纸钻的正中心点的话 有一个黑色的黑点 它的进度不是很高 然后旁边还有裂纹的感觉 很清楚 然后最重要的是 他连旁边的配钻 全部都是裂纹 真的 配钻 对 你的这些配石 你这些配石的话都是裂纹 这个纸钻我不要给你看 我们给佩玉看 佩玉你们公司也有这种珠宝 500万 那要拿到你们拍卖公司 好 那吴你能不能上吗 你们家也国际拍卖 因为说真的 这算真的太少了 所以我说真的我也没有办法 他也不敢收 你看 好嘞 古董商 你要不要看一下 我觉得你们这样太折磨他了 我们要不要先见价之后 我们再来鉴定 好不好 他给了一个价格 他这个就没有什么把握了 很奇怪 因为比较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来 我给李总好好看一下 因为怎么说你知道吗 他其他的东西 他都最起码涨个几倍 他这个的话 他说不要赔就好了 他估的价格是估500万 他真的是紫色的 对 不然 不是 我看过紫钻 他是偏红色的 佩玉 你看什么紫色的 真的是紫色的 摄影镜头看得到 他真的是紫色的 你说一般紫钻的话 偏粉红是不是 对 因为他不会是 没看过紫色的 真的没看过 就所谓的那个 钻石里面的话 VV等级这样子吗 不是VV等级 因为没有紫色的钻石 我们常 没有紫色的钻石 红钻GIE已经打了几十颗 全世界红钻加起来 只有几十颗 我看过了超过十颗了 紫色钻石一颗以上 我看过第一次 第一颗 你有没有打算 在送国际拍拍 没有耶 因为这个 不拍是不是 就留着啊 好 来 吴小姐 老公 你仔细听好 老婆花了500万 买了这个紫钻不赔的东西 看能不能真的紫钻不赔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一克拉重的一个紫钻呢 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 是多少请建价 四大名宴来讲的话呢 就是钻雁 摄雁 摇合雁跟陈宇雁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 就是广东的这个钻雁 那钻雁最大的一个特色呢 那个眼就是青默色的雁 那当然就是眼越多越贵 市场上价格现在比较好的 还是钻雁的价格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 是多少 请建价